今年5月中旬,黄女士来到了连云港市公安局 她说男朋友周某在公安局工作 但是好久联系不上了,她非常的着急 可是问了一圈下来啊,公安局跟她讲 我们这儿压根就没这个人 文婷此言,黄女士心头一沉 出手非常大方,经常带我去吃饭啊 要么就唱歌啊,还经常买些东西送给我 出路还有司机接送,我想她的身份应该不可能是假的吧 如果是骗子,怎么可能出手这么大方呢 原来黄女士和她所认识的周勇相识于连云港一个证婚交友网站 周勇自称是一名警察,双方见面后彼此一见倾心 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4月中旬,周勇称父亲脑溢血 在南京的一个医院里抢救,急需一笔医疗费 而银行卡不知何故所死了 短期内无法解锁 所以要黄女士帮忙借一笔钱抢救父亲 一听自己未来的公公出事了 黄女士当即掏出了两万多元 没想到一个多月过去 周勇不仅没还钱 人也不见了踪影 警方何时后发现这个周勇就是个骗子 真实姓名叫王军 几年前曾经当过辅警 辞职后就一直以警察的身份到处招摇撞骗 被警方多次处理过 没想到这一次又顾忌重施 而且呢他以前干过他好像有多多少少 还是要知道一些这个 他以前有一个前科是两天年的 就是说也是冒充进他 把那个民警的这个罚款摊和警 警官证偷出来 然后上路去罚款 五月中旬警方将王军逮捕归案 经调查 仅今年上半年就有七名女子上了他的当 那么这个王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军就是这么一个游手好闲 不顾父母妻儿 贪图享乐的男人 而且至今对自己的行为仍然不知悔改 百般狡辩 目前王军被警方以诈骗罪依法刑拘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